俗话说 东吃萝卜 夏吃姜 夏季的时候 我们人体的气血浴袭 毛孔整个打开了 所以我们的阳气消耗会过多 然后再加上人们 常喜欢喝冰的 无形中会加速我们胃中 虚冷的状况发生 所以夏季养生保护阳气 应该要吃一些温性的食物 所以我们要来吃姜 那有没有听过 姜是老的辣 所以我们如果12个月以上的姜母 是最辣的 我们经常会用在姜母鸭 还有黑糖姜母茶 有没有看到这个叫老的姜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10个月以上的 这个叫做老姜 那老姜就适合来做 三杯鸡 麻油鸡 那另外还有6个月以上的粉姜 我们就适合拿来爆香 或者是炖汤 那另外还有4个月以上的嫩姜 我们就可以拿来凉拌还有腌制 这样子学会了吗 我们现在来先做我们的第一道 糖醋制嫩姜 好 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腌制姜的动作 我们要把它的表皮都先刨掉 那这样子我们腌出来的姜会更嫩 那假如买不到嫩姜 那教大家一个撇步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粉姜 把皮给刨掉 那也可以来当我们的嫩姜来使用 这个皮可以不要丢 那这个皮我们可以来煮一些姜水姜茶 或者是跟着我们的地瓜汤一起煮 也非常棒 好 那我们现在到底这个嫩姜 要怎么样把它切片 当然我懒得自己切 我请到我的神奇宝贝 那我们自己就可以刨片 像我只要换上这个刀头 平常我切碎也是用它 那我们就可以来刨片了 我现在就把这个姜放进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姜片 那我们就可以把剩下的姜片 都给刨一刨了 好 我们放一点盐 让它出一下水 好 我们就让这个姜先腌一下 好 我这边准备的醋 大概有200cc 好 兑一点水 好 再加上冰糖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糖醋 我们等糖醋融化之后 要等到它冷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把姜赶快腌进去 好 我们把冰糖跟我们的醋水 整个都融化 我们就要等它凉哦 好 我们等到它降温之后 然后我们的姜呢 也已经腌好了 我们就可以放进来 这个姜水尽量要把它拧干 好 因为我们这个姜水带有咸份 那这个姜片很适合我们当早餐啊 配稀饭啦 或者是我们吃寿司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这种姜片 就非常的可口 然后脆脆的口感很好 好 就把它腌起来 那记得这个姜水不要丢掉哦 这个姜水我们可以拿来煮我们的地瓜汤 超级好喝的 确认我们的姜片都有淹到这个醋水里面 盖上我们的便当盒 那这个是一个防漏的比较安全 而且是抗菌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好 我们就这样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大概腌个一天就已经很好吃了 来看一下我们腌好的 嫩姜 哇 好香哦 都是充满那种糖醋的味道 哇 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用压力锅来做一锅两菜 只要8分钟不用手在厨房里面 大粒瓜 小粒瓜 两道汤品可以轻松上桌哦 那我们这边要用到的是比嫩姜 要在大几个月采收的粉姜 那粉姜可以降低食物的含良性 帮助我们的脾胃跟筋脾哦 那我这边还是要先放两片老姜 然后再搭配这个嫩姜 那嫩姜我又把它切成丝哦 好 那我们锅子加热了之后 先把这个酸菜先进来 那这样子酸菜会比较香 酸菜要记得先泡水 不然它会太咸 泡完水那水记得都要拧干 那个酸菜水我们就不要了 那利用锅的热气 把这个酸菜都给它抗干 好 我们抗干了之后 请你把锅子剥出一些位置 我们要来煸香我们的姜片 这边有两三片这个老姜 好 然后这个粉姜也可以放进来 这个姜也是一样要先干煸过 不然它姜气不会那么香 好 香了之后 放一点点麻油哦 我用的是芝麻油哦 就不会那么燥热 好 等它香气出来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鸭肉放进来 用我们的压力锅不需要穿烫 我们把这个鸭肉先大概炒香一下 好香哦 接下来放一点花椒 红花椒 青花椒 可以提香一下哦 好 再来是放入一些酒 好 我们把酒气挥发一下 加入水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酸菜鸭肉汤 在我们的压力锅里面去炖煮 好 那我的压力锅有没有发现 上面还有一些空间 我当然不能浪费咯 我只要放上一个这个调理锅 把它隔起来 我这边是不是又变成一个锅子 那这个锅子要做什么呢 当然要来做我们古早味的地瓜汤哦 那还记得我们刚刚剩下的姜片 刨下来的姜皮 我们就放一些进来 那甚至刚刚泡姜的姜水也可以倒进来 好 我这边放一点这个桂圆 会比较香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红枣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地瓜放进来 地瓜我都切滚刀 好 地瓜丢进来 好 我们加入水 好 最后就是盖上我们的压力锅盖 等一下上压两条线关到最小火 我们等八分钟咯 来看一下我们的姜汁地瓜汤 哇 好香哦 这个时候我们再密入我们的黑糖 就让它密入就好了 不要再去搅拌 你看 因为现在还热热了 那个黑糖自然会密进去 你如果一直去搅拌 你的地瓜就会整个化掉了 好 那我们把第一层先拿起来 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酸菜鸭肉 你看这个骨头都跑出来 真的很软嫩耶 天啊 而且这个姜丝好香哦 还有这个酸菜实在是太香了 好 那至于要不要放盐巴 我们要先试吃一下 因为酸菜本身是咸的 记得很烫哦 我们三道可以温补阳气 而且又好吃的姜料理都已经完成了哦 你有没有记忆中最经典的那道姜料理呢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